這間雙魚座咖啡店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它是之前在馬鞍山一個叫做Puzzle Cafe 它收拾了之後就在旺角這裡重開 我先退回一點點 這裏其實都預訂了一段時間 因為我覺得這間都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在馬鞍山那時已經想拍它 可惜又是拍一拍一下 想上下又想去收拾了 但它現在來到這裏 沒理由不攪下它 你看到五市招牌泰式 無骨海南龜牌 都很可惜了 現在我們都晚上7點多 我們就不會吃五市 那它吃甚麼呢 進去再說吧 這裏就是花園街街市後面 這裏就是花園街街市後面 所以就要這裏就是花園街市後面 我吃了多少錢 我吃了多少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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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個魚 然後這個魚 非常便宜 那其實它這裏叫是英倫炸魚薯營 配他他奖合治權沙律 這件事我一會兒會很重點地說它 首先反轉來說,先說它的Fat White 因為我覺得它的Fat White是OK的 你看到45元一個Fat White 省下來說,價錢都是合理的 一般咖啡都是Rings的水平 我覺得是合理的,但這裡是街日 街上我都覺得,加起來也差不多50元 單買一杯飲品來計 我覺得都合理的,因為它的Fat White衝得不錯 無論是拉花、奶泡、味道等 那方面我都覺得是值得付50元這個價位 泡打得很綿滑、很薄身 然後它也不是說是小杯 它啡味都蠻香的 如果你要形容它是中性偏Fuity 我覺得是蠻好喝、蠻易入口的類型 那我Fat White的OV來說,我是稱讚的 剛剛都說了,它四平八穩 中上的水準 所以我都… 我無畏穿物太多 因為我覺得它雖然是讚的 但是你說要穿物的地方都不多 其實它又不是說是很突出的 但是因為我自己又喜歡這些 比較平滑、比較平順 比較四平八穩的Fat White 即是不要太有性格的Fat White 因為我覺得Fat White… 我經常說Fat White用來考牌的 但是… 我身為一杯奶啡 我不… 我不… 我不希望它太有個性 因為如果太有個性的咖啡 我覺得是應該讓人給咖啡滋油 去喝那些紅級 即是這裡 其實它… 以前在馬鞍山來說 它是… 一個比較出名的東西 紅級咖啡是它們比較出名的一個環節 但是… 我覺得這些精品咖啡不是我的一個範疇 所以我無謂獻醜 在這方面 我喝奶啡 我停在一些Fat White教授 要有的東西 好… Fat White我講完了 到那個… 炸魚薯條 這裡叫做英倫炸魚薯條 其實我… 看到$138 一個非常便宜 我首先不會說它是貴的 因為… 其實… 要貴過它 大佬人在 真的… 我們可能沒試過 其實要接近它水平的 也有不少 但是… 我們之前… 有幾集是… 試非常便宜的時候 我也覺得… 不是一定是貴才好 但是… 那幾間非常便宜 我沒有記錯 我印象中 都未去到這個… 這個… 這個Wings 都未去到百多元的Wings 但人家的質素已經是… 已經是… 已經是… 很不錯的了 但是這裡… 一百三百元 初初我進去 我都有一些油 因為… 剛才我們入門口 之前說過 他們… 有個叫招牌海南雞 但是… 因為… 我沒理由這麼旺 晚上吃一個午餐 便宜那麼多的好餐 即是吃同一樣的東西 雖然… 嘗… 嘗… 那… 是不是應該試一些… 比較值得說的東西呢 那… 我又覺得… 在一間cafe裡面 試海南雞 一個所謂招牌的海南雞飯呢 你以為它真是好的 是應該讚啦 是吧 好的應該讚啦 但是如果它不好 你是不是應該踩它 應該不應該說它呢 我都覺得是一個問號 那… 那… 我都見到很多人是… 都幾多人吃它的海南雞 即是上網看的人吃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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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覺得都很正常的水平 我覺得它… 交速功課也很合理的 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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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如果來吃海南雞飯,好像有點怪雞 而且這個炸魚薯條,它是放在主菜單 放在主菜單的第一選項 雖然它沒有說是一個招牌賽 但是你既然放在這麼高的位置 我覺得是,我也有點興趣試一下去瞭解一下 但是結果,我想說是挺失望 首先,先賺一些要賺的東西 它薯條炸得不錯 每一條薯條火候都很平溫 每一條薯條都很酥脆 酥脆得來又不會過火 所以我是要賺的這兩年 它是每一條都熟悉的 還有它給我兩包地滿的茄汁 我覺得其實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這樣給我兩包 那你不如另外加個盒子裝給我 這樣給我兩包 其實二小姐有點麻煩 你一個叉叉醬就用個盒子裝著 在碟子裝著 但是你那個 這個茄汁又這樣 令我給兩包 很奇怪 整件事有點奇怪 Anyway,薯條方面我是買的 但是那個炸魚什麼事呢 第一,它的魚一切開 我看到那個樣子 然後再想起我在Ofenwise 看到別人偷出來 它那個快虎鮮菜魚 因為它這條街是快虎鮮菜魚 它就製成快虎鮮菜魚 那它的魚呢 我看到那些似陳相識 好像別人那些 那些鮮菜魚的魚 那樣子 白雪雪 那個樣子好像挺漂亮的 但是 你現在是做鷹式的炸魚豬條 那你那些這樣的魚 那些魚樓呢 有一個很失敗的理工 就是太鬆散 無論你的魚看起來多漂亮 多一線線肉都好 但是你一切下去 一啞下去 鬆散的 很粉嫩的 我可以簡單形容 它就好像大發湖早餐那些炸魚豬 好一點的 沒有太鬆散的 沒有太鬆散的 但是 雖不近也不願意 如果你給一百三十八塊 吃個Fish and Chips 你給我一些這樣的Fish 我覺得 你真的當我是Fish 水魚 不客氣 那不可能 你給我一些漂亮的魚 基本 雪魚都要 你那些像黏魚柳 多一些 如果一百三十八塊 還沒有計較 你給我一些黏魚柳 如果我說錯了,誤會了,或者我呼籠那個人問 以為那些黏魚鱗其實是美的,我不懂的 那你歡迎指證我,但是我吃下去的口感就是這樣 如果你可以給我一些美的魚,讓我搞到那些魚變成黏魚鱗的口感 那我也覺得這個也值得被人踩的 Anyway,你給那些炸魚的魚肉的質素就是這樣 我就覺得不行,不值138元 哪怕你沒有加一,就這樣收到130元已經不值 因為你的魚的質素不夠高質 一來不是鷹式炸魚,魚不是這樣 你完全像是一個港式茶餐廳的炸魚,炸魚薯鳥 你不是正宗鷹式的炸魚薯鳥 因為第二件事,我們要講一下那個炸漿 完全不是鷹式炸魚的那個炸漿來的 偏粉,炸漿不夠脆,不夠空氣感,不夠薄身 偏口得來,裡面有些軟 加上它的魚的魚肉很水暖 一切開就知道了,一切開就飆了水 然後炸漿的內層已經被魚肉弄濕了 所以裡面是黏口的,差不多黏口的 類似粉狀,整個口感是不行的 完全不是我期待收人過百元的一個非常便宜的水平 如果你說有沙律菜才收人過百元 那你不如剪掉沙律菜 那不是重點 要不剪掉沙律菜,減回那幾十元 要不就把沙律菜的成本去換更漂亮的魚 你沒理由給那些這樣的魚,整個這樣的炸漿 沙律菜人一百三十八元 然後跟人說這叫英雷炸魚船 這完全不是英雷炸魚船 這叫港式炸魚船 我夠膽說,這是港式炸魚船 即是,當我見到那份魚樓一切開就知道 糟糕的時候,我是真的幾失望 因為沒想過這間餐廳,當年在馬鞍山的soul cafe的時候 很多人稱讚,說在馬鞍山的美食沙漠裡面 是一件綠洲來的 那他在馬鞍山接了一間餐廳 換了來旺角的這裏 捲土松來,叫做開啟新的漿 那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吃過馬鞍山那邊 那我不知道馬鞍山那邊本身的質素是如何 但是來到旺角,我經常說旺角是一個冰家必珍之地 如果你給這些東西,想著可以在這裏納粟 那我都幾為你擔憂 那是,你餐廳上有很多其他東西 可能那些才是你主打 你覺得這個飛上車應該都沒什麼人叫的 鬼知,鬼知行不行嗎 那如果你抱著這樣的心態去做生意 那我覺得你絕對不是我們心目中 一間真正良心店應有的牌道 就是你放一個食物在餐牌上面 還要放一個這麼高的位置 在你主要的第一季 就是我不知道你的牌位是否合行 現在純粹亂牌 或者真的你覺得這個其實你真的 你真的做得不好的意思 我都不管了 但是如果你收人過百元做個炸魚薯條 你連基本,最或者是英倫炸魚薯條 你連基本工都沒做好 你連基本應該要有東西都做不到的話 那我請你刪除了這項目 你不應該留它在這裏 因為不合格的,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上次在西貢食那間 用龍蜜樓做炸魚薯條那間是更差的 因為人家起碼炸魚 雖然我都說它是港式的 但起碼炸魚是乾身的 這裡是濕的 這個已經是不行的了 整件事是不對的 你可能覺得你也不用吃的 但是我不懂吃 我都覺得沒有理由是這樣的 大家不妨留言聽一下 你那個炸魚是英式炸魚薯條 是不是這樣做的 還要收好人過百元 就是收貴不是一個問題 如果你收貴,你交足功課的 你做到應該要做的 那我覺得你拐一拐到 是很合理的 或者給我一腳 如果我給個 我沒有說給雪兒,給你更漂亮 因為其實高級的炸魚薯條 是可以選魚的 西環那間可以選魚的 那如果你可以 你收貴過百元 你又沒有被人選魚 你又不寫明你自己是賣什麼魚 那你隨便給一些 隨便一些魚 你蒙吻過關的 那我勸你 就不要再做這些學習了 因為 你會令到食客很失望 你看到 你交這些功課出來 放上桌子打卡 是沒有問題的 非常Igable 因為 現在9點多下閘 關門 其實這間店 是很Igable 裡面的層設 格局都很漂亮 好像咖啡一樣 都很Igable 我那份炸魚薯條 都很Igable 但是吃下去 就搞不定了 即是 不是難捨 放在口裡 一定放在口裡 但是 不是這樣做 即是 你不要說 英倫仔薯條 可能我都 矮一點 但你跟人說 英倫仔薯條 還好 你不要說自己是英式储條 如果你說自己是英式储條 你真是被人恥笑 真是被人罵 搞不定 這件事 即是 沒有想過 給這個價位 你會給這樣的東西 是很失望的 那可能你說 其實我真的不是這件事做主打的 我一個人求他 放下去 即是 其實炸魚薯條 說難不難 說熱不熱 如果你交航貨 好像現在這樣 其實沒有問題的 但是價錢有問題 就是 如果你加這些功課 好像隔壁茶餐廳一樣 收回幾十元 一份炸魚薯條餐 我覺得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這份東西 收六十八元的話 我收貨的 不加一的話 我收貨的 不加一的話 就勉勉強向了 但是 你收銀一百三十八元 再加一天 你給我一些這樣的東西 你對不得住你自己 你對不得住英國 這個國民食物 就是炸魚薯條餐廳 因為我拍了這麼多年 都很少說 踩到這麼準 已經踩到有點勞氣的感覺 雖然你聽到我說話 很平靜 還是很平靜 但是 我覺得這件事 很不理解 沒有理由是這樣做 如果 大家都這麼多年 常常說糧心小店 特別是糧心食店 經常都說 用糧心店的名字 來沽名釣魚 騙飯吃 如果說 這些店是 掛著糧心店的名號 騙飯吃 那 差不多是 我說差不多是 為什麼 我說差不多呢 那你說 它是不是很差呢 那又不是很差的 那它 其實你 撇除了它 正不正宗 順道它炸工 什麼 因為它炸薯條 你看看 很漂亮 但是 我覺得 因為它用的魚 不對 它做不到 英式炸薯條的效果出來 如果它肯 花多些成本 在它 揀魚 身上 正如我剛才說 你生人138元 你不要給沙律菜 你不要給沙律 做炸薯條 你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整件事就 弄了 錯了 那 今集都發了很多 勞騷 只是說 這個炸薯條 都 滲了很久 希望大家多支持我 這次分多一切 還有 今集就不要說 什麼良心 支持良心店 希望大家做良心店的時候 真的拿回多少良心出來 用多些心 花多些心思 在自己做的食物身上 你不要掛著名字 說良心店 就去賣些 球隊賣些東西 就想著有人上當 其實 今時今日已經不行 因為都 2024年 2024年 你還想著良心兩個字 可以拿來當招牌 我相信你都幾坎可 今集就講到這裡 就是這樣 Cheers między牧�� 半衲 結合 五位